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澳大利亚内陆 佩奇来澳大利亚看望袋鼠凯莉 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他们 你好啊 袋鼠先生 哦 猪爸爸 没想到你会来 你说过 如果我们来 可以来找你们的 哦 是的 当然了 凯莉 看看谁来了 你好 佩奇 你好 凯莉 你好 乔治 记得我弟弟乔伊吗 恐龙 二鱼 我们要去野餐 要一起去吗 好啊 一起去 袋鼠一家有一架飞机 哇 你们家居然有飞机 是啊 我们要开飞机去野餐的地方 都上来吧 大家都坐好了吗 好了 那我们出发咯 我们要去哪里野餐呢 去内陆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哦 开着飞机 天上飞 阳光万里照 我们一起去野餐去很远的地方 我们飞到美龙去 阳光万里照 我们一起去野餐去很远的地方 我喜欢那个内陆 啊 内陆是在哪里啊 我们正在它的上方飞呢 哦 看起来好像是一片沙漠 差不多 不过内陆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哦 我们就在这里野餐 这是我们特别的野餐树 方圆树荫里唯一的树 哇 这里好热 你们有没有带水 当然了 我们都需要水 在内陆水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不能 哦 真是太爽了 不能浪费 爸爸 这水是要用来喝的 不是让你像这样随便倒的 哦 不用担心 我们开始准备传统的 澳大利亚野餐吧 哦 听起来很不错 那我们需要食柴火生火吗 我需要柴火 因为我们有燃气 袋鼠先生有一个燃气烧烤架 我们平时野餐的时候 总是可以遇到鸭太太 在这片沙漠的中央 是不可能遇到鸭太太的 这种动物叫做鸭嘴兽 我们在野餐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的是鸭嘴兽夫人 烤好了 大家快来吃烤玉米吧 烤好了 佩奇喜欢烤玉米 大家都喜欢烤玉米 我们现在来玩游戏吧 好啊 可以 我带了板球棒 哦 澳大利亚人也玩板球吗 什么叫我们也玩板球 我们可都是板球高手 板球 这个要怎么玩呢 用球棒击中板球 如果我接住了 你就出局 准备好 爸爸 你出局了 爸爸 到你了 佩奇 打得好 佩奇 哦 天呐 板球被打到树上了 方圆树荫里唯一的一棵树 球还能被卡在上面 我抱你上去 佩奇 你看得到球吗 一只泰迪熊 正紧紧抓着球呢 那不是什么泰迪熊 佩奇 那是一只卡拉 谢谢你 朋友 这个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小动物了 哦 对了 你也很可爱 鸭嘴兽夫人 是的 你也很可爱 好了 现在我们该回家了 今晚你就住在我们家吧 佩奇 耶 我很喜欢我们在内陆的野餐 明天我们还能再去那里玩吗 你在这儿时 还有其他好玩的事可以做 佩奇 哦 太好了 大家晚安 晚安 佩奇 和凯莉一起度过了第一天的假期后 佩奇和乔治睡着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